从周二起,来自八个国家,地区的完全接种疫苗的旅客将,无需隔离即可进入新加坡,因为该商业中心放宽了限制并做好了应对,冠状病毒的准备,这个城市国家最初通过关闭边界,不同强度的,封锁和积极的接触者追踪来对抗大流行,但由于超过80%的人口接种了疫苗,新加坡这个全球航空枢纽渴望重振经济, 他们于9月会来自文莱和德国的接种疫苗的,乘客开通了旅行通道,并将从周二开始将该计划扩展到另外八个国家,英国、加拿大、丹麦、法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西班牙和美国 根据该政策,如果乘客在出发前和抵达时已完全接种疫苗,且冠状病毒检测成因性,则无需隔离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10月9日宣布了与COVID-9共存战略下的一系列措施时说,新加坡不能保持封锁和无限期关闭 李指出Delta冠状病毒变体是一个因素,Delta变种具有高度传染性,并已传播到世界各地 即使所有人都接种了疫苗,我们仍然无法将其消灭 他说,几乎每个国家都接受了这个现实 李说,除了专注于轻症和无症状国内 病例的家庭护理外,新加坡还需要恢复国际旅行 这座城市国家拥有数千家跨国公司的区域办事处 这些公司依靠新加坡作为商业和航空枢纽的地位来开展业务 我们必须继续安全地重新开放边境 李说,公司和投资者需要在新加坡开展 区域和全球业务,为他们工作的人需要旅行谋生 而这个城市国家疫苗接种通道项目的成功可能会 促进受到大流行打击的全球航空业的复苏 航空工业集团IATA亚太区副董裁Philip Go 表示,我们希望新加坡采取的积极行动将刺激 其他市场以同样的方式为重启航空 旅行开辟道路 好 谢谢观看